大家请看现场演示 首先展示的是战术防卫射击技能 先看到的是特警队员在极近距离条件下 徒手防卫并快速出枪射击 这是侧向移动射击能有效避开敌方攻击线 接下来展示的是抗卧座等不同姿态的低姿射击 接下来展示的是向后移动射击 下面展示的是PTK 极近距离应急防卫反肢技能 首先展示的是应对徒手暴力袭击的应急防卫射击 下面展示的是背面防武器抢夺应对 下面展示的是应对凶器的多目标射击 最后展示的是徒手夺刀控制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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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员组正在采用TECC技术实施止血减伤包扎等医疗干预措施 救援组正在采用TECC技术实施止血减伤包扎等医疗干预措施 感谢观看 好 枪响把落 充分展示了特警队员优秀的战术素养 和精湛的射击水平 在处置完任务后 突击小组交替掩护迅速撤退 与救援小队会合以后 护送伤员快速撤离 好 他们已经到达射击地线 第一个展示的科目是 女特警95步枪射击 首先是70米快速精度射击 该科目要求队员在5秒内 完成6个目标的精确打击 接下来展示的是女特警70米双击发射机 该科目要求在0.3秒内 对两个目标进行快速精确打击 反应速度已经超出了正常人标准 第三个展示的是女特警多目标集团射击 要求在0.4秒内 对三个目标依次进行精确打击 该科目不光考验快速精确打击能力 还十分考验队员们的协同配合能力 好 眨眼之间三个目标依次全部命中 各位领导 请看右前方 男特警队员正通过携索滑降进入训练场 该携索长度约85米 与地面夹角大约35度 下滑速度极快 这不仅需要特警队员具备过人的上肢力量 腰腹力量和协调性 更是需要特警队员们具备过人的胆量 和准确的判断能力 这几名男特警队员将与四名女特警队员 共同完成预袭应击射击科目 该科目展示特警队员在爆孔事件中 遇到致命袭击时 快速应急使用枪械进行射击的能力 有力体现了特警队员预袭处置射击水平 好 他们已经进入射击地线 首先由三名男特警队员为我们展示 双手枪双连击三连发和连发射击 各位领导请听 他们的短点射和长点射射击非常有节奏感 将子弹打出了古典的节奏 各位领导请看 这名男特警将用手枪打出冲锋枪的连发状态 这项科目难度很大 需要特警队员在一秒钟之内连去扣动扳机十次以上 好 这名男特警的手枪射击速度可以说达到了极限 接下来由四名女特警队员展示19毫米冲锋枪射击技能 他们将展示冲锋枪点射 长点射 该技术是冲锋枪射击技术中较难掌握的 连发后座率极易导致拖把 只有少数客警人员经过系统训练后才能掌握 两名女特警配合得非常巧妙 点射和长点射打出了强有力的节奏感 并且枪枪命中霸心 接下来女特警还要为我们展示难度更大的冲锋枪连发射击 要求在两秒钟之内将30发子弹全部打出去 好 我们看到这位女特警稳稳地将30发子弹打在了目标上 完全克服了后座力的影响 最后一名女特警将为我们展示 左右单手持通风枪指向连发射击 冲锋枪单手连发精准打击目标 全国也仅有极少数特警能够掌握 首先展示右手持枪指向连发射击 下面是左手指向连发射击 该名女特警射击非常成功 枪枪命中靶心 这是全国第一次在大型活动中展示的射击科目 更是全国第一次由女特警运用强手和弱手来完成该项高难度射击科目 接下来由两名男特警队员为我们展示长短枪急速应急射击 该科目要求队员们在4.5秒之内将20个目标全部击碎 好 全部命中目标 今天我们男女特警队员的射击水平让我们大开眼界 他们的射击速度射击能力与基本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充分展示了浙江特警射击水平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ر起了不寻有击 worked